有时候萱萱真的不得不佩服老外的脑洞 他们的球之意真的是太王审了 居然会想到用1000度高温的铁球去和牙膏发生碰撞 不过萱萱也很好奇 当牙膏遇到1000度的铁球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只见老外找来一盒牙膏和一个透明的玻璃杯 然后拆开牙膏将它挤入玻璃杯中 当牙膏挤满杯子后将事先刷好的高温铁球用钳子取出来 然后放入挤满牙膏的杯中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牙膏接触到铁球的部分瞬间被融化 铁球逐渐下沉 牙膏不断的冒出浓烟 隔着屏幕轩轩都能闻到一股刺激的气味 之后牙膏呈现出一种黑色的胶着状态 画面实在太美 简直不忍之事 可能是嫌白色牙膏不太美观 老外又找来一个彩色的牙膏 同样将牙膏挤入一个透明的玻璃杯 然后将铁球加温到1000度高温 随后将铁球放入杯中 很明显 铁球并没有因为牙膏的颜值而善待它 牙膏直接被烧出了一个大洞 随后老外将牙膏倒了出来 不得不说 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恶心 网友们 你觉得这个实验有意义吗 好了 本期的一宣科技到这